生活在这个处处都需要努力的生活中,我们每一天的运势独自不断地都变化,相信很多星座们在八月的时候都会经历很多不顺,并且也会有一些难以让自己释怀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也正是因为你们的经历和你们的付出在九月到来的时候才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异常的精彩和美好,这些星座都会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秤座天秤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极好的,而且天秤座们也是最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于天秤座们来说身边的机会一直都是很多,但是如何抓住这些机会? 确实你们需要努力学习的,而在九月的时候你们会因为八月的经历而收获很多惊喜和意外,并且也会因此而有很多的好运和财运,狮子座狮子座们的运势。 向来都是因为整体天象的变化而变化,在八月的时候你们的运势不断发生变化,并且你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坚持而收获很多惊喜。 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抓住时机,那么必定会有好运出现,加上自己的努力和一直以来的坚持九月,必定是你们全力以赴,收获好运的时候。 摩羯座摩羯座们一直以来都是在默默无稳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摩羯座们也是一个非常注意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人。 对于摩羯座们来说,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一定会有好运出现。 并且摩羯座们的运势,也会随着自己的努力而不断地发生改变。 水瓶座水瓶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极好的,而且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你们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收获很多惊喜, 并且会在事业上也会有很好的贵人运,对于你们的帮助。 对于水瓶座们来说九月是你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当然也是你们奋力前进,收获美好运势的最佳时机。 不管生活对待我们,我们都需要奋力向前,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生活的好意,也不会辜负努力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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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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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